时间关系我们就尽快进入下一个讲题 是来自于也是张强强医生集团的邓建平医生 他分享的题目是 Civa治疗静脉性溃疡的一个经验 大家中午好 可能大家听的时间有点长了 大家可以勾勾脚预防血栓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Civa治疗我们静脉性溃疡的一些经验分享 我不知道在座大家做Civa做的医生多不多 然后做的案例多不多 那其中做这个严重的静脉曲章 包括溃疡的案例又多不多呢 如果大家有相应的一些经验 我们也可以一起交流一下 所以我今天这个就是专门讲我们这个静脉性的溃疡 当然我们知道可能在早期有一部分的专家共识 或者推荐 Civa可能主要比较适合一些早期的静脉曲章 C2C3级的 但是随着我们各方面经验的一个积累 但实际上我们会知道 Civa治疗静脉性的溃疡 尤其是C5C6级一些反复的溃疡 老烂腿它的效果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今天我会有几个经典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静脉这个腿部的溃疡其实原因是非常多的 但实际上占了80%都是我们的一个静脉性溃疡 当然静脉性溃疡有很多原因 有静脉曲章有静脉血栓 或者还有其他一些静脉性的原因 所以呢这个溃疡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常困扰我们这个患者的 那在讲这个接下来的一些案例之前 可能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这个概念 就是跨壁亚 像上我们那个阿根廷的医生 他其实也讲了非常多这个血流动力学 实际上我们在了解这么多血流动力学 这个知识底下 我们真正能够意识到这个事情对患者造成什么影响 实际上是这个压力 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因素 那这个跨壁亚呢它是由大概两部分的内容组成的 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血管内的压力 一部分是血管外的压力 通常来说我们血管内的压力是低的 血管外压力是高的 这样子呢它的血流是比较好的进行一个引流 也不会造成一些相应的症状 但是如果是这个跨壁压升高 血管内部的压力升高了 它会造成一系列的一些问题 包括它的引流是不太好的 包括它会导致一些水肿 包括一些有毒物质的积累 慢慢就会导致一系列的疲炎色素沉着 最终可能就会导致这种溃氧的发生 所以我们真正其实学这么多理论知识 或者那么多的一些规律什么的 但是这个压力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的 那当我们关注到这个压力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采取方法 因为我们意识到它的本质是什么 所以呢 接下来可能有一些案例 像这个患者是一个37岁的女性患者 她其实静脉曲症已经有十多年了 她的溃疡有三年 她的情况其实还是蛮常见的 就是因为静脉曲症太多年了 然后之前也没有管 那在某一天她就不小心把这个腿磕破了 然后这个溃疡就一直长不好 她曾经还有一次去处理这个伤口 但是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这个伤口突然就喷血了 所以当地的医生也不敢给她再做任何的处理 直接就给她缝扎滋血就完毕了 所以在接下来的三年的时间 她这个腿溃疡的地方 甚至都没有一次去洗过这个脚 所以这个溃疡是十分地影响她的一个生活质量的 那来到我们的门诊 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血流动力学的评估了 血流动力学的评估呢 像上午张强医生也讲 站立位的检查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会就发现患者 她的来源就是还是比较经典的 就是大眼睛脉的一个问题 当然她还不只是大眼睛脉曲症 她底下还有一些分支 那我们可以关注到这个患者 血流动力学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她是基本上这个压力水柱是非常高的 她是从腹骨沟一直到她的脚踝溃疡的地方 都是有反流 也就是意味着她这个脚踝这个地方的压力 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也是能够很好解释这个患者 为什么她的经脉曲张不是特别严重 但是她的溃疡就特别严重呢 因为她的血流动力学的特点决定 她就是有这么样一系列的临床表现 那我们给她的一些去瓦治疗策略是什么呢 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 那来自于腹骨沟的这个SFJ 所以她得一定要处理这个EP点的 同时呢我在这个西夏这个地方 有一个点也给她做了 那这个点其实可以不做 它也可以 但是对于这个病人我是要给她多加这么一个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压力水柱非常大 在我们区瓦的治疗理念里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要分割这个进水压力柱的 所以这个进水压力柱如果你不做分割 可能它局部的这个改善是比较慢的 所以我们在结合患者的情况就在中间 给她做了一个分割 那这样子患者回复会比较快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术的处理了 手术完呢通常我都会给患者做一个清创 伤口清创 这是她术前的 那中间这个图呢大家能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其实是利多卡因的一个凝胶 因为这个其实我们一般很少用 但是刚好我在那个治疗中心他们有这个药物 他们更多是做一些表面麻醉 那我就发现这个东西对患者清创是非常友好的 因为清创因为我们做去瓦是做橘麻嘛 这个溃疡一般也不打麻醉 那给他敷这么一点 我是从手术开始之前就给他敷 一直到手术结束给他清创之前就给他去掉 在清创的过程当中呢 患者是没有一点痛的感觉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类似的清创 实际上如果不做任何的麻醉的话 可能患者是会非常痛的 可能你都不敢下手 所以这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技巧 如果大家有这个条件完全可以是尝试一下 是可以提高患者这个舒适度的一个方式吧 所以清创完我们会发现他的这个溃疡的创面 实际上也还好不是特别深 他的整体的营养学供也是OK的 那整个治疗完我们可能就是要有一个压力治疗跟水访了 压力治疗我们给患者的是一个弹力绷带 没有穿弹力袜 因为弹力袜对他来说可能不太不太方便 所以大概 因为我们每个患者是都有专门的水访群的 所以一定要让他定期的传照片 告诉我们他们的情况 所以大概在一周左右 七天 七天左右吧 患者的这个溃疡 基本上就是已经痊愈了 所以这个患者也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在过去三年他的脚都没有怎么好好去清洗过 但实际上我们治疗完整个过程水访下来 患者这个溃疡愈合是非常快的 而且是非常好的 另外他的水肿也是消得很快的 所以刚才有一个同行问 这个水肿消得快不快 实际上是非常快的 因为他这个反流纠正了 他这个引流功能也保留了 所以他疏后这个改善也是非常快 这是我们第一个案例 那第二个呢 这个是一个81岁的老人家了 实际上他还是非常严重的 他的静脉曲张大概有50多年了 这个溃疡也是有三年多了 曾经在当地的医院做过一个直皮的治疗 因为这个老人家他不想做这个静脉曲张手术 一直就想处理好这个伤口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种静脉性溃疡的伤口 你单纯处理伤口是很难进行一个根治的 很容易复发 所以他在当地也做过直皮 但是很快又复发又长大了 所以当时过来找我看的时候 整个腿水肿比较明显 硕硕成拙 预济性皮炎 另外就是他在他内怀这里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溃疡 当然我们过来还是要给他做非常详细的评估 这个人其实双腿都有静脉曲张的 那血流动力学评估发现 其实它不是大眼睛脉也不是小眼睛脉 实际上是一个穿经脉 在我们大腿中下段 一个非常粗大的穿经脉 导致了这个反流 从而就出现下方的一些问题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大眼睛脉 只是当中有一小段出现反流 它的上面大腿跟那一段 以及小腿那一段大眼睛脉都是非常正常的 没有出现任何的反流 半膜功能不全 所以我们通常也不需要说去给它 处理这些大眼睛脉或者这些经脉曲张 同样也是给它处理我们这些EP点就够了 那同样我们也是要给它做清创 然后清创完你会发现它的伤口 其实这个创面也是还不错的 没有说很糟糕 整体的血功也比较好 但是创面比较大了 同样我们也是要进行一个规律的水访 这个患者花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 大概两个月左右 它的溃疡也是愈合了 在接下来的水访当中 我们看到它其实溃疡是慢慢都在好起来的 它的水肿 它的皮肤营养都在慢慢消退了 所以为什么会这么快就能够达到 这么好的一个溃疡愈合呢 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它能够保留它的一个 引流的功能 过去我们可能治疗溃疡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很担心会复发或者很快这个 治疗效果就不好 因为过去可能很多方式 都是尽可能破坏血管 破坏血管的同时 也会破坏我们正常的生理引流 这个皮肤毛细血管 这些引流都有障碍的话 它这个局部伤口的愈合能力就会差了 当然我们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溃疡案例 像这个患者大概18天左右 基本上就涨平了 像这个患者也是很多年了 然后术后也是愈合了 当然还有这种多发的一些溃疡 其实也是非常严重 非常影响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的 大概也是有一个月不到 可能就慢慢就好起来了 还有像这些水种的 术后四个月这个水仿下来 发现它的愈合非常好 也没有出现什么反复的情况 还有这种比较大比较深的溃疡 所以其实整体来说 整个驱瓦治疗后的这种溃疡愈合是非常牢靠 而且是疗效非常好的 所以最后再跟大家分享 可能我们能够做到 这么样一个结果的一些因素吧 我觉得非常重要 还需要血流动力学评估 这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一个主题 因为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患者的情况 因为很多溃疡它是合并很多因素的 静脉曲章是一个也有一些静脉血栓 血栓后遗症的或者卡压的或者核病 糖尿病甚至动脉问题的等等 所以这些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要把这个病人的情况明确 把它的善的分形 因为善的分形我们做好了 我们明确了 那我们去设计患者这个治疗的方案的时候 才能够做得比较有效 当然去瓦治疗我觉得除了消除反流 我觉得对于这种静脉性贵痒的患者来说 非常重要就是保留正常的引流 降低我们这个跨壁 所以这才是能够达到一个比较持久的一个 正常的一个恢复了 当然双口的轻创呢 也是我们在初次接触患者的时候需要做的 通常我们患者回去之后 他就不需要做什么伤口轻创的了 可能简单的生理盐水洗一洗 通常也不需要用什么点服啊 或者其他消毒液的 比较简单 压力治疗呢其实也是有必要的 因为压力治疗对于减轻它这个水肿 快速改善它这个水肿是非常好的 当然压力治疗呢 也要根据患者的一个接受的程度来选择 我个人觉得这个弹力绷带是比较好的 在早期的时候 如果溃疡变小了慢慢愈合了 那可以改成一个压力袜也是比较好的 那其实最后非常重要就是一个跟踪水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自己患者做一些水访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很多患者如果你没有跟踪水访 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按照你交代他的这些医嘱 包括伤口的护理包括压力治疗等等 去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操作 那这样子可能他接下来恢复的时间就会比较慢 所以我们做医生可能一定要跟患者交代这些医嘱一定要非常清楚 同时要保持密切的跟踪水访 定期的复查等等 当然大家也可以运用一些我们自媒体 现在有很多平台包括视频啊 怎么打碰袋怎么换药这些 其实都可以做起来让患者更好的去接受这个事情 或者更好去做好这个事情 那我们一起跟患者携手一起合作 这样子可能达到的一个效果 这个会比较好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一个内容了 谢谢大家 谢谢邓医生的这个精彩的报告